大家好,我是冬冬,我又回来了 今天这期视频我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东西应该怎么装 我们都知道上飞机的话 我们国际航班一共是可以带两个大的箱子 托运,然后一个小的登机箱 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 最好是能省出来一个箱子 这样的话你带来的东西不需要太多 你到时候搬的时候不是很费事 回去的时候还多余了一个箱子 可以把你以后买的一些东西 把东西都往里装一装 我选择了一个小的登机箱 另外是一个大的那种28寸的箱子 我回去的时候还可以单独再弄一个箱子 其实我就是想说那么几个点 第一就是衣服、鞋子 就是你的一些服装上的东西 尽量是少带 带一些适当的换洗衣物 就OK了 到时候可以到美国当地去买 其实TV12在这边打折非常厉害 经常就是60%off 70%off 就是咱们讲的三四折那种状况 而且你可以上这边来去选择一些美国的品牌嘛 什么Champion啊 Supreme啊 Levi's这种品牌 可以感受一下美国的 别经常老是那种 Nike 迪达那种 都穿够了那些牌子 对吧 最好是把那些重的东西 比如说书啊 本在一些东西 往那个登机箱里放 因为登机箱它是不限定重量的 破运的行李就不会超重 因为超重的话费用很昂贵 我在后面的视频也会单独提到说 怎样在美国什么时间 尤其是黑五时间 买到折扣比较大的一些服装 再一个我想说一下这个洗漱用品 什么洗发素啊 然后沐浴露啊 都可以在美国买 像什么海菲斯斯 潘亭这边都有 再一个我就想着重的说一些药物 OK这是我的我妈妈给我准备的一个袋子 里面装的各种的药 我带过来的 因为美国这边它药很贵嘛 美国他们 美国当地人都是 会买保险 让保险去报销 所以我建议就是 尽量自己可以带 都可以带 OTC的非厨房药都可以带 药物的话把包装拆掉 很多东西把包装拆掉 带一些袋子 很好分类 而且还节省体积 节省空间 我给大家的劣迹 先让你几种药物的分类 第一个是这个感冒药 感冒嘛 就是环境啊 气候啊什么 不适应啊 或者是哪天 突然降温 没多穿衣服什么的 着凉了 感冒药是非常必须的 而且怎么说 就带一点这样 中药就可以了 尽量多带一些 因为这个量比较大 每天吃好几包 就是胶囊的话也是 是好多粒 所以感冒药是尽量多带一些 我在这边感冒药已经吃完了 现在天气暖和了 也不太用到 再一个就是胃药 哪天肚子不舒服了 可以吃一些 非常管用 再一个就是头包 我想说一下 头包这个东西 带一点意思意思就行了 反正我这一年是没用上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带可不带 再一个就是 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千万不要带 穿个贴 带这个东西太蠢了 谁家没有穿个贴 大老远还得带这个东西过来 他们就是美国人这边 他们一般都会有一个大的院子 他们经常会在院子里工作 修修修修修修花草 然后竹竹草 经常被一些工具啊什么滑到 所以他们家里一般都准备的非常充足的 什么绷带穿个贴 还有一些消炎的药水啊各种东西 所以你就没有必要带这种 什么创科贴这种东西 以防万一不用 文具 文具这个东西 其实 因为我在这边发现他们好多上课都用铅笔 铅笔这个东西 而且学校都给提供 有的时候 美国这边他会用到一些夹 他们叫package 就是一些文章的一些复印板 一些纸啊 卷子啊 提杆啊一些东西 老师要求你买就是这种东西 里面可以夹一些本子啊 纸啊一些东西 到时候就按照老师的要求上这边买就可以了 反正都是Made in China的东西 毛巾 我觉得就是你一些贴身的一些东西 毛巾啊或者一些内衣内卧啊 一些那样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适当带一些 然后上这边买就可以了 再一个就是我比较关注的 因为我对科技产品 电子产品比较感兴趣 就是电脑 手机啊这些东西 电子产品 这个东西的话 我想在后面单独做一起 就是 呃 我是非常强烈建议在美国购买电脑的 因为这边打折确实是 我并不是让大家偏要去省那千八百块钱 真的你看到那个价格之后 感觉自己被骗了 像我这台 我这台Mac 15英寸16G加512一个中高配吧 挺高配的一个苹果电脑 2万的价格 我1200 2500就买到了 所以我到时候会出一期视频 单独给大家聊一聊 怎样在美国可以买到一些打折的 打的只是很厉害的一些电脑 电子产品 再提一个就是西装裙子 就是他们这边会有毕业舞会 那叫prong 或者是formal舞会 男生会穿西装 女生会穿裙子 这个东西因人而异 你可以带着 你也可以到这边现买 反正那个东西就是一年 你送那么一两次 再一个东西很重要 这个 大家能看到吧 U盘 哎 跟这个海绵宝都没什么关系 让大家带U盘呢 就是在U盘里 单独建一个文件夹 把你所需要的这个信息资料都存好 比如说你的一些高中的 或者初中的一些成绩单 一些老师的推荐信 还有一些什么体检表 这种东西 单独建一个文件夹 到时候的话 你来这边他们需要你一些资料 你就直接从那边找就可以了 包括你去申请大学 直接投递 再一个就是有原件袋 推荐信 还有存款的证明 还有一些资料的话 有原件 当时没弄原件 就是我爸发了一张照片 后来发了一张传真 他们学校就是要求必须 有的学校就要求必须要有原件 这都很重要 所以这个一定要带齐了 在最后就想说一点 就是尤其是美高来的 你们未满18周岁是不可以自己住的 一般都是找寄宿家庭 可以给寄宿家庭带一些东西 带了一些带了一个画 卷轴的画 卷起来也比较好带 还有一个一幅字 写的是那个文念祥的过宁丁阳 写的不错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那么一个题材 怎么说吧 就是你给住家带一点东西 意思意思 礼商往来嘛 给人送一些中国元素的东西 他们也非常的喜欢 行 这期视频就这样吧 如果大家有什么东西比较疑惑的 也可以在底下评论区给我留言 然后我还可以单独给大家回复一下 行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subscribe thumbs up ok 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拜拜